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押回内衙 走 走 不知道内衙的手段 我宁可负 也不及刑防守者 你们别走 别闹了 别闹了 大姑县衙捧快 王家洛 你有什么话说 我正在追查一起凶案 刚刚里边的陈武 是我要问话的一犯 那你就赶紧去问 但是他已经死了 你将一犯凌军致死 违反了大清律利的 大清律利是立给小老百姓 还有你这样的小捕快办案用的 内务府办案从来都没有什么律利的限制 难道你不知道 妨碍内务府办公是你一个小小捕快该干的事 现在回到赌房赶紧收拾尸体 那才是你应尽的职责 谁 英姑娘 你怎么在这里 我 我 我替你问客栈的人赌场 我就跟着过来了 但是我也不敢进去 我 刚刚找到了一个人 那个人应该是 跟杀你家人那伙凶犯有关联的 可惜 他死了 被内务府逼供逼死的 内务府 是干什么的 谁啊 侯廷的官 大官 那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 去天津府 我刚听那人说提到什么天津府的一个当铺 应该是跟那些灵犯的人有关系 我想去那儿可以查到一些线索 我想要跟你一起查案 我要知道那些人到底为什么杀了我的家人 那些人 我可以知道 那些人 发生了什么事 要尽管 在这个团队里面 我记得 这样 是 那些人 在这些人 我记得 那些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此情景,这些人生前被捆绑过 若是捆起来,留下的迂痕会更整齐一些 也会更密一些 大人说的是,可这边编 软编 这不是雷处人,这是掐住人 这是在逼过 这九人被人用毒予以谋害 想要逃离却又被对方请回 掐住恶骨和搏梗是要逼问他们事情 从骨骼和肌肉来看 这九个人不是不懂功夫 能将其一并诛杀 并且不惊动客栈的其他人 说明杀人者不但善于用毒 功夫也是极为了得 那依大人所见,这些人种的是什么毒呢 灵溪其毒 灵溪其毒 而在陈武那儿拿走荡票的人 也正是灵溪装饭 灵溪高手 灵溪能有什么高手 卓不凡 容天陵掌门卓不凡 此人十几年前就已是一代宗师 其剑法之高无人可及 不过 容天陵远在灵溪 卓不凡 其少年之时 剑法就遥失天下 性情更是桀骜不逊 他怎么会留下这等 杀人不留名的心情 而且他一个江湖剑客 又怎么会卷到谋反之势中呢 燕霞就想长相组 你输箭头人久不归啊 六年前就看出来你是齐青王的人了 留着你是因为我还有打算 但是你现在不是害我了 你现在是在害大清 谋反大罪 你死九族猪 但是念在你曾经跟着我十年的份上 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只要你肯开口招供 只你一个人死 我希望他怎么跑到 他 他 他不缺 有一个人 他都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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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江恨见过王爷 王爷 给您道喜了 有什么可喜的 不过是刚走了一步而已 坐 王爷 坐 这步可不简单 内务府上百年都没踏出这一步 若不是你把敬坛密葬来龙去脉告知于我 还告知我宝图藏在文元阁 我怎么能有机会得到他呢 现在说得到啊还为时尚早 能不能得到 还得看卓不凡的能耐 现在宝图已在卓不凡手中 以卓不凡的手段 定能得到另一半仓宝图 怎么看卓不凡啊 百年不遇的天才剑客 只说功夫不说人 你觉得他不妥 人都有贪念 王爷 这么大的宝藏 我怕他们把持不住啊 你也说了 这么大的宝藏 分他们一些又有何妨 看来王爷是答应他们不少的好处啊 在他看来是好处 我看呢 就是徐明要一个总坛 册封一个天下第一剑派 给他就是了 王爷回心了 齐齐王说什么了 王爷说 对咱们现在的进展抱怨满意 但是还要加紧继续 好 师兄 此次我们替齐齐王办事 只有你 我和师娘知道 王强主 不 我不告诉其他师兄弟的原因 就是怕洁外圣职 也怕他们担心手霸 希望你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 不凡 照我说 我也是龙天剑派的大师兄 当然要为师弟你 分担自由了 你放心吧 老师兄 就像我们昨天说的 大师兄走水路先去上海 唐语 你们记得准备好街头用的衣服 徒步 静凌清 淮安 赶往上海 其他人就交给秦托了 走吧 各位保重 江湖高手这么多 为何看上这个破络的荣天脸 跪 跪 我背吧跪下 跪下 跪下 你们干嘛 成名的武林高手 我信不过 卓不凡不同 此人心性高傲 若不是实在落魄 他断然不会给权贵谋事 或许 有的人觉得给我做事啊 是荣耀 但对他来说 则是耻辱 荣天岭啊 是穷困潦倒至极 哪怕是 心有大志的卓不凡 也扛不住一个穷子 第一次投换一个前途 这个战 他算得明白 你是不是觉得 我跟着你是个累赘 对 如果照你这么说的话 我自己一个人 岂不是更好 你也好 那些师兄师弟也好 不都是我的累赘吗 你要记住了 剑派就是剑派 每个人都在才是剑派 好了 快去收拾东西 我们马上赶落 师兄 我的入门剑事 是你教我的 你还是适合编法 师父当年替你选的没错 可我还是喜欢剑 现在不是我们喜欢什么 就能做什么的时候 好 静谈密葬怎么找都找不到 怎么找都找不到 但是有一个人知道藏宝图的机密 而且齐亲王已经知道了这个情况 这个人以前是维新党的 户序变法之后就跑到海外去了 他想把这份机密提供给欧盟会 他叫谭仙 最近就打算回国 齐亲王就是想找他 他只要控制了谭仙 他就等于是掌握了所有宝藏的机密 齐亲王真的要烦 不愧是爱心觉罗宰奇啊 福系祸系 这是个好机会 一个绝妙的好机会 这密葬我想要 齐亲王也想要 大清也想要 这是救命钱呢 存卿对宝图师妾相当重视 为了追查此案 连有反骨的人都从大牢里捞了出来 王爷说的是 门三刀 正是 你马上到天津去 去找门三刀 让他竭尽所能地 去找到这个尸切的藏宝图的下落 那我即刻动身前往 注注不翻一臂之力 不仅要帮 更要防 你记住 门三刀他毕竟是过去跟维心党 一块儿起过哄的人 所以你要严密地监视他 一旦他要是露出了对内务府不忠的地方 随时杀了他 走 小哥 找什么衣服了 老板 那些刘洋回来的人 都穿萨子 后面这一盘 好多学生都在穿了 老板 高小头 老板 老板 让一下 让一下 老板 让一下 让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不过呢 现前来了位侍卫大人 他已经问过了 你还来问干嘛呢 他问过了 又不妨碍我问 就这人拿那种旧批帽子 要我看呢 连十文钱他都不值 可是他不但不要钱 而且还给我们钱 给了三十两银子 还让我们给他开档票 说过几天呢 有人拿着档票就来输东西 而且还交代了 必须拿出酒梅通宝 酒梅通宝 拿酒梅 散梅顺治通宝 散梅康熙通宝 散梅通治通宝 帽子还在你这儿吗 结果昨日一大早就有人给取走了吗 取货的是什么人 来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子 说清楚一点 什么样的女人 穿什么戴什么都说过些什么 这个女的反正看上去吧 还挺年轻的 这个串通大伴呢 怎么说呢 反正就不像咱们这本人 是不是像灵溪模样 对对对 老爷 您说的太对了 这灵溪女子 您知道去哪了吗 她 没跟我说 我哪知道去 那有没有看到她是往哪走的 她是往门外走了 哎呦 宅爷呀 你要没有别的事 我这还得做买买呢 我这办案呢 你照骂几 您哪 是搭骨子铺头 这是天井鼠 是啊 我不瞒您的说 我是看在你是菜爷的份上 我才跟您说了这么半天的废话 您说是棺材办事吧 人家喘的是人无人流的嘛 您的可倒好 好家伙 从有外边看 都看见里边的肉了 没怎么露啊 哎冒冒车 哎 你 哎哈哈 但是去哪儿 去个 做医生的街 行 摄像 老 nuclear sabia牌 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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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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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三刀 先帝的御前行走 不愧是内涯的第一高手啊 赶问阁下是 二流 二流 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没有见过 大姑县衙补贵 陈安 是陈彦 你看 这银票是什么人留下的 早上一个年轻的后人买衣服给他了 是不是说话有奇怪口音 有 有没有看到他们往哪方向走的 不过他跟我聊了一会儿 问我年轻怎么走 林青 我之前那衣服破得不成样子了 就随便买个一件 大人 您查得怎么样了 那些命案凶犯应该是去山中农青了 吃不宜吃肉的尽快赶上去 不然怕 又给坑丢了 林姑娘 你要么就在天津落脚 要么就去大姑 大人 我 到了大姑之后 你可以去大姑县衙 就说是我王家乐让你去的 他们会给你安顿下来 你在这儿等我消息 这钱 这钱 这钱你拿路上吃饭 反正到了大姑 他们会安顿你的 照顾你 我现在只认识你一个人了 我跟你一起去山东吧 我是去办案追凶的 带着你多有不便 林姑娘 林姑娘 你就安心等我消息 我是一定会将大姑命案的凶犯 全部罗案 把那个公道的 老点儿子 老点儿子 老人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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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爷 我问你 有没有一个僧侣模样的人住在这儿 没有没有 那有没有看到过带奇怪口音 穿灵犀服饰的一群人 哦 这个有 您说的那个穿灵犀衣服 带奇怪口音的 就住在本店 他们在哪儿 都都走了 那你有没有听到过 他们说去哪儿 好像听他们说 哦 说去上海了 穆清雄查得如何 千头万须 听起来很是不顺的 总好过毫无头绪 汉贺招供了 吴清雄已经料到了 说来听听 单凭文渊阁里被偷走的藏宝图 没法找到惊叹密葬 若不然内务府 怎么会找了上百年也没找着 但有一个人知道藏宝图的秘密 这个人叫谭仙 是同盟会的人 此人从海外回来 而回国的目的 就是于同盟会的反贼接头 将藏宝图的秘密交给他们 齐清王不是同盟会的人 当然不是 所以齐清王其实是要抢夺秘密 存清大人也这么认为 存清大人让我带了些人手过来 听从沐清兄调遣 全力追查尸切的藏宝图 绝不能落入他人之手 若真是齐清王找到了宝藏 他若谋反 谁都没法拦得住了 刚刚我说了千头万绪 但现在没有了 我在葛姑找到了陈武 是他将宫里尸切的藏宝图 一路从京城拿到了 天津的一家当铺 然后被人拿走了 拿走了 是一个灵溪的女子 灵溪 大姑县衙把九具尸首都送了过来 这九个人都是从日本回来的 葛太雄觉得他们会是什么人 从日本而来 该不会是同盟会的反贼 这九人皆是中毒而亡 中的全都是齐毒 也是灵溪 江湖上 灵溪的高手并不多见 葛太雄想到谁 卓不凡 容天灵 没错 我也觉得是他们 如此说来 他是在为齐亲王做事 这也是我唯一想不通的一点了 卓不凡身为一个绝顶剑客 桀骜不逊 怎么会为齐亲王秘密消灭 但如何想不通 这也是摆在眼前的事实了 所以我说千头万绪已经没了 眼下只剩下这么一条线索 他们此时应该正打算 假扮同盟会去见这个谈仙 那慕京兄可知他们的去向 我昨日已经查到他们要去上海 我已让贤可去背船 咱们从金航运河直接南下 去上海拿人 好 好 忙了一晚上 还没好好吃口东西呢 这两个菜是本店的特色 保管二位大人吃了这回 下回还想来 那二位大人满用 有什么事随时照顾他 等等 大人 您还要 你身上是什么味道 小的身上 那 那肯定是厨房的反菜味 我说的不是反菜 是香 花香 大人 您说还真是 小的刚从楼上牙间送菜出来 那里头的客人 就是一身的花香 他还打赏了小的一面银币 上头也有这花香呢 客大兄 你先吃 我 наши家 我也是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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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亲 你们先出去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我刚才在外面 收到了我很久 才没碰到过的 我最熟悉的画像 图密画像 你还记得 你还能想到是我 怎么 我这么穿 你就不认识了 母亲 那你觉得我这么穿 好看吗 格格天生丽质 怎么穿都好看 那你喜欢不喜欢 我这么穿 说 格格怎么穿 在下都不敢不喜欢 内务府侍卫 一耳根觉罗母亲 觐见格格 方才擅闯齐门 打扰格格 妄请恕罪 我真没想到 你竟然能授射出狱 还恢复了世卫之职 我原以为 我会老死在狱中 从未想过还能再见天人 无极 我真替你高兴 你怎么会在天津 内务府有差事要办 我只是路过天津 马上就要走了 我 我的天然 我 因为我 我 我 前男人 都叫我 怎样 你还要叫我哥哥 哥哥始终是哥哥 在下不敢造次 听说这两年 哥哥一直在英吉利国读书 是啊 我父亲 还想让我再去日本学一年呢 王爷对哥哥还真是严苛 这是 送你的 送我 这是我从国外 带回的礼物 不行不行 在下不敢造次 收哥哥的东西 这是我专门给你买的 跟我这个 是一对的 这是皇上日前赏赐给在下的 还请哥哥收下 不然属下 万万不敢要哥哥的赠予 还挺好看的 可以把它挂在项链上戴着 这个戒指上 有和哥哥身上一样的香气 好闻吗 知不知道这是什么花香 既然刚才你是闻到了花香 才走到这里 那就拿去这香囊好了 这是涂蜜花所制的 多谢你 你不要说些 也不要再叫我哥哥 图蜜又叫彼岸花 又叫做曼珠沙花 随缘而生 随缘而灭 原居则有 原散则无 图蜜不争春 寂寞开最晚 图蜜花开 预示着一年花季的终结 这句话听起来有些悲气 可不知为什么 我却甚是喜欢 图蜜不争春 寂寞开最晚 这几句话是你当年跟我说的 你还记得 你记得就好 春日最后的花儿 开到图蜜料 终结将至 灿烂饭花和刻骨铭心 都将消失 灿烂饭花和刻骨铭心 母亲 保重 图蜜料 图蜜料 写花 图蜜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江山着谁人笑 莫赴年华莫赴今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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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